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今天是2018年10月16号 关于我今天的视频呢,我想先做一个引言 就是网络上民主思潮呢,涌动 我个人感觉很像1989年春天,当时的中国思想氛围 这绝对是点好事,但是我同时也发现 有很多在华人文化当中根深蒂固的 可能是源于水浒或者是三国的一些帮派中意思想呢 似乎披上了民主的外衣 甚至有人直接就说,凡是不拥护川普总统的,就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觉得这种把中间派打到对方阵营的做法 起码是没有政治智慧吧 所以我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想谈一谈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在昨天YouTube上发布的一个视频里 他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是这么回应的,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看看他的对于当记者问说 你是怎么看俄罗斯在2016年的美国选举当中 可能是做了一些干预 然后川普呢就是很着急就回答说 俄罗斯是干预了,但是中国也干预了 至于他说的中国干预了没有 这个节目呢,MSNBC 他是有访问一个前CIA的主任吧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看一下 所以呢,我现在要拿这段视频出来,并不是说是替中国辩护 这个呢,我放到一边 而是我是觉得川普总统他回答记者提问的那个方式 就是当记者说俄罗斯是不是干预了美国的选举 他说那中国也干预了 所以他的这种辩护方式 argue的方式是一种很childish 就是类似于宅幼儿园 当老师指责其中一个小朋友说你做的这件事是做错了哦 那那个小朋友就说啊,那你看看另外一个小朋友他也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一种很childish 关于川普呢,他的这方面的给世人的一个感觉呢 并不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看 在去年的9月份 当时美国跟北朝鲜 还是针监队卖盲的时候 他是怎么在公开场合称呼金正恩的 我们来听一下 然后呢,他后来又直接把他叫成了什么 他直接就把金正恩叫成了火箭人 然后说他早就应该被管束一下 然后后来直接就是 这下就更明确的就是 小火箭人 因为川普跟金正恩的年龄 基本上是爷孙辈的一个年龄 所以我们后看 后来金正恩也不客气 就直接就回应他管他叫做Dotard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生僻的英语词 意思是说 又落伍又老又蠢又笨的一个小老头 就是这么两个人互相就对掐 所以大家后来可以看到就是 一时间漫画家就把两个人都是画成了一种 两个小孩子 小孩子气一样互相在掐 又拿着是 就是对全人类都有杀伤性的武器 互相对掐 但是呢 最终呢 他们还是能够握手言欢了 所以呢 川普他的这种childish呢 不光是在对北朝鲜的外交的 就是一些外交言论上有过这样的表现 他后来在在加拿大举行的一个G 就是G7的会议上也是有诸如此类的表现 所以当时的漫画家就是把那个G7的会谈 就是七国首脑会谈的座椅呢 就画成了是所有的成人椅之外 有一个儿童椅 这个儿童椅就是给美国的总统准备的 所以就说 在很多众人的眼里 川普总统他在很多外交场合 他的确是有一些 至少是从 舆论的观感来说 是有一些childish的一种表现的 所以呢 关于这个呢 我想说 就是我以前说过 川普总统呢 他的竞选口号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本身这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同时也经常说什么 要把American's interest first 就是美国的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外交的舞台上 如果你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也就是你要维持美国的一个leadership 在全球做老大的话 你是要表达出的是一种 慷慨 智慧 宽容 和体调 而你这种把过度的强调 我们美国的利益第一的话 因为每个国家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是在外交场合 都是要强调自己的利益第一 在这样大家都玩这种策略的时候 你想成为老大 你肯定要表现出 You're the big man 就是你要显示出一种大度 站在 就是让人家幸福 要以德福人 所以他的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实际上是有点是 就是模仿了之前的里根总统的一个竞选口号 因为里根总统的竞选口号是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 另外除了这个slogan 两个人的slogan 就是竞选口号极为相似之外呢 川普总统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 他也明明白白地表达过 对里根总统的一种推崇 我们来听一下 你看他就是他在推崇里根总统的时候 他完全就是没有让他就说 他就是最伟大的总统 这个完全没必要多说一句话 另外呢他还讲了 他推崇里根总统的原因 我们听一下 他说他之所以喜欢里根总统呢 就是因为在他的领导下 美国赢得了尊重 关于这一点呢 我还真是有一个要说的 就是在2016年 川普跟希拉里之间的竞选 闹得是纷纷扬扬 各种丑事都是在世人面前展现的时候 当时我在YouTube上 应该是RT 就是近日俄罗斯的一个视频频道 下面我看到一个评论 他当时就说什么呢 他显然就是说不是俄罗斯的 也不是 至少他不是美国人 他就是这么评论 他说Foreign countries used to look up to America We now look down to America It's very sad indeed 他说我们外国一般以前呢 是仰视美国 可我们现在呢 确实俯视美国 就是有点鄙视 往下看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但是呢 没办法 这就是事实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关于这个呢 我想说就是 对于 嗯 川普总统 他所推崇的里根总统 我们来看看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在里根总统 在川普总统 他的领导之下呢 现在似乎是对中国的科学家 来自于中国的科学家 都有一种严查 就类似于白色恐怖的 就是宁可 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 那样一种严查的政策 那我是觉得什么 这个很像美国历史上的 麦卡锡主义 就也是 麦卡锡主义也被称之为 红色恐怖主义 就是那种 对于 有任何有 共产主义 思潮的人 就是一种 嗯 另似于格杀勿论 当然他并不是说 肉体上消灭 但他是对他是一种 极度的排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两国之间在科学上面的合作呢 他所设光呼的不光是两国之的利益 他更光呼于人类的历史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也和 川普总统的这个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也是相抵触的 也就是说如果当你在奉行你的国家的政策的时候 都是跟整个全人类的发展 都是跟整个全人类的发展 是相阻碍的 或者抵触的话 那么这个肯定是就是 就是肯定是会 会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你的这个目标的 至少削弱你的印象吧 所以这个呢 我是想就是 既然他是推崇 里根总统 而他推崇里根总统 一个重要原因是 里根总统让全世界对美国有特别高的尊重 这一点上我们来看看 当时里根总统对于中美双方之间的关系 他是怎么说 当时呢是里根总统去中国访问 在复旦大学的一个演讲 我来截取一个片段 首先他谈到中美之间的开放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是说 互相的open the door 肯定是要双方的 mutual的 就任何一方 无论是中方或美方 把它关闭的话 都是无济于事的 都是无助于这个事情的解决的 再有一个呢 他在谈到就是 中美之间在科学领域的合作的时候 他当时是怎么展望前景 记住当时呢是1984年前后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30年之后 没想到美国今天重新又渲入一种类似于当初的麦卡锡 红色恐怖主义 我觉得这个从人类的科学历史发展来说 仍然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当初里根总统的一种展望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通过看字幕来了解他刚才说的什么就不重复了 在我呢 我是想就是说 没错在里根总统的 就是统治期间呢 的确前苏联是被解体的 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刻意的去 有计划去实施 还是就是一切都是一种偶然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里根总统他对于这样的一种是 他至少是一种有风度的 这种风度可能来自于是一种幽默感 我们来看看当时里根总统讲的一个有关俄罗斯的一个前苏联的一个笑话 因为这个呢没有字幕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吧 他就说 一只美国狗和一只波兰狗还有前苏联狗呢 在一起串门 然后呢 美国狗就说告诉他们说 在美国他们是怎么获得一块肉的 他说你要不停的叫 不停的叫 叫了够久了 就会有人给你肉吃 然后那波兰狗就问 啥是肉 然后那个俄罗斯的狗就问 啥是叫 所以呢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笑话 我觉得我们中国好像现在很多我们中国的狗狗是不是现在恐怕也是不大敢叫啊 好 再一个呢 我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啊 作为民主的理念来说 从川普的总统现在他的一种在世界上所呈现的一种 我认为相对于里根总统所宣扬出的 所诠释出的那种民主理念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个人是推崇里根总统所宣扬的那样一种民主的理念 或者说是更有一种民主的风度 这种的风度 它是没有那种ego play 没有那种就是玩那种 就是打 怎么讲 就是打自尊牌 就是要面子 我们看这个呢 实际上在最近的一个 一个视频里面 他也谈到过 我们来听一下 他就谈到就是说 中美之间的这个互相角力 这种这种 关系的一种恶化呢 有很大成长 也跟双方领导人的这种 play ego 就是要面子 就是要 美国呢 大概就是那种 我们美国是老大 我们是leadership 那是那个美国的独一无二 就是凌驾于一介之障的那种地位 你不能挑战我的这个 然后中国呢 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一种 要面子 你得给我面子 就这两者双之间 玩这种 ego play的话 我认为是很childish 就是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点 大智慧 好 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拜拜